志榕你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蘇朕 莫瑟 詞曲 李宗盛 獲得成功 李宗盛 獲得成功 李宗盛 獲得成功 好 剛才說的 繼續 台灣建國臺 台灣建國臺 各位,聽起來好像兩位民宿跟我們共同賣 好像都沒什麼差,台中的意思是很不一樣 台灣在建國,剛才來講,台灣在建國 這就有一個問題是,你台灣是從哪一個地方在建國 過去,很多年來,大家都在說台灣在建國 為什麼要這樣看?因為他們的生活都好 台灣因為台灣說好,已經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了 所以,你要建國要先對中華民國哪裡選 剛才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台灣的主權是中華民國 所以,台灣在建國的一種公法 他非常有可能給人有一種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要先土立法,建國台灣是土 現在是誰的一部分,所以要先土立 另外,我們都知道,以前中華民國 對主張台島的人,他們用各種方式去撲海 去保命中華民國,不要讓他們回家 現在,對台灣海局塞兵 那邊的中國政府,如果你們在台島就要修正 台島就是建軍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說台灣土立 後來接見國的時候,你就能夠落地 落在那中國,兩邊 台灣海局兩邊的中國政府 他們的社交環境 所以,如果我們有辦法 我是建議大家,以後不要說台灣土立建國 因為很多人說,很多人聽到台灣土立 他就會聽 因為不知道法律 他聽到台灣土立就聽 所以,台灣海局塞兵的中國 然後整天還在說,在台島 我就要爬,就要修正 有一個人就是一家屍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說 他們就是很膽小 很膽小 很膽小的人 我們就不要整天說台灣土立建國 我認為我還是說 我們要台灣建國 台灣不是由都會土立出來 台灣不是標高的一五分 所以,不需要土立 台灣要建國 台灣用建國的方式 並做國際上一個租款土立的國家 所以台灣建國土立 我們沒有標是台灣要建國 並做一個租款土立的國家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福立建國 可以做一個租款 容易暗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 我這裡就是很簡單的人 聽著容易產生心理障礙 因為心理障礙 他就說 因為你會害怕 因為這次的東西 一開始就說 你就是要為中國建國 因為你為中國建國 就說你就是一部分 我為中國建國 所以,我們想說 當你這個租 你如果是用這樣用的時候 你就會跟人家說 台灣現在是中國建國一部分 所以你要為中國建國 全世界有去信任的人說 有什麼 我們都知道說 美國有說有說 他不會去支持台灣土立 大家知道 都聽過 美國有什麼這麼說 有什麼這麼說 其實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反例的理由 因為 台灣租款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 你沒有土立問題 所以美國要去支持台灣土立 因為沒有土立這種事 土立是一個狀況 台灣透過的建國 變成一個土立狀況 美國沒有說 他沒有說 美國沒有說 他沒有支持台灣建國 美國他說 他沒有支持台灣土立 他沒有支持台灣土立 他沒有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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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麼損失 沒有 另外一個理由是誰 如果是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國 你如果是說台灣土立 大家想說台灣是對哪個地方 土立出 對中國土立出 你做一個 他前提就是台灣結果是沒有運 原作現象裡面有兩個重要的基礎 這樣還可以吃 左手 你如果是好大支持台灣動力 你就是在破壞 然後現狀內的主權完整完整 因為如果有別的國家支持台灣導立的時候 意志是說你要分裂一個國家 台灣是沒有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所以你若是支持台灣導立 你就是支持分裂那個國家 你若是支持分裂一個國家 就是違反聯合國現狀內的主權 環境的環境 對嗎 所以如果說台灣導立 說台灣現在主權是中國的 現在主權是中國的 說台灣導立 你若是這樣想 你若是這樣說 你就是跟全世界說 你若是幫我支持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點 不可以自己跳進去 洛杉磯磯磯 我相信就是 一個人整天在說 有人在電視上說 說什麼台灣主權 中國民國 教授很厲害 跟台灣人喊喊喊喊 他說什麼建國 建國 我不知道什麼建國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因為說這些東西的人 他不是太多法 他是憲法 憲法是什麼東西 憲法是一個國家裡面的東西 你面對 你知道的就是一個國家裡面的東西 你不要自己欲白說 用你一個國家裡面 說你要去處理國際問題 這是五百幾百